上期节目我跟大家提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是平原公子赵胜先生提的 他问说为什么日本人在中国发动所谓政变 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卢沟桥事变 为什么鬼子能够突然间就出现在中国 威胁我要地 这个从历史上来说是要从辛丑条约那来 因为辛丑条约丧权辱国条约 我们中国被迫允许外国驻军所导致 当时日本驻军在天津海光寺 在北京东郊明相 北京东郊明相 天津光场往东军那个地方 那都是日本驻军 日本兵营在那随时出来 想骚扰就骚扰 想怎么回来怎么回来 国家到了这种地步 什么叫丧权辱国 什么叫国耻啊 大家知道中日甲午战争 中国打败了 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 从那时候开始 日本人就开始占领 威海威 不但如此 还要清政府每年付出白银五十万两 不是付出白银五十万两 而是每年付出白银五十万两 当时日本还在台湾驻扎了一个师团 号称为台湾驻屯军 人数大约是两万人左右 后来日本在台湾驻军有十万人之多 到了全面欺华的时候 很多日军是从台湾直接调过来的 所以今天大家就不难理解啊 包括赖清德在内的今天台湾驻台派 他们当中很多人跟日本人 就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认为台湾不是中国的 台湾是自己的 甚至是台湾是日本的 台湾今天有权有势的某些人 虽然他说我是台湾人 但其实从基因表达来说 他们是日本人的后代 所以你看看历史线团倒起来 有多复杂多乱 但是不论怎么乱 有一条肯定了 就是在那个时候 在中国共产党没有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 中国人啊真憋屈啊 大清不行 老蒋不行 日俄战争 俄国战败 日本获得了俄国在中国东北所有的权益 日本鬼子怎么跑到东北驻兵去了 因为两国交战在中国打 俄国败了 日本人就炸了东北 这包括租界 辽宁关东州 以及在中东铁路 支县南满附近驻军等等 这种特权都是强盗的特权 日本人长期扎入东北 对日本的蚕食侵略 日本小孩子上学不准说中国话 一律说日本话 我上大学的跟我们讲资本来的曲老师 日语相当好好得不得了 他说他从小学的 从开盟的时候就跟日本人 一直上到维满中国的国高 一直从小学到高中 说的全是日语 所以改革开放之后 他跑到日本去 一口日本话 讲得非常之好 从日本回来 拿一个小录音机 拿一个电子手表 给我们讲日本的supermarket怎么发达 还有一个事儿 首先我们就把它说透了 少帅张学良 与中国人民有大功 但是他爹呀 就是这个张作霖呀 不仅杀害李大钊 杀害少飘平 心狠手了 而且张作霖 跟日本人是勾结在一起的 有人说你说的不对 既然是勾结 为什么日本人又制造爆炸案 把张作霖给杀了 这就叫又勾结又争夺吗 张作霖心里怎么想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他利用日本人 两个人要勾结 这是不争的事实 可是在勾结的过程当中 他又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他目的是要在全中国 当时张大帅是杀到北京来的 北京一号长官 全中国 那个时候张作霖说了算 所以才砍了李大钊的铜吧 那个时候张作霖 要表现出独立性的时候 日本人要价越来越高 他觉得日本人的胃口 不能满足的时候 那日本人干脆 把张作霖给杀了 简单说 就是日本人对东北的这种精吞呀 勾结凤系军阀 渗透东北军政 大家听说过两个名字吧 一个叫做土肥原先二 一个叫本庄 这两个人是张作霖的军事孤 顾问知道不知道 所以在东北有句话 叫做日跌遍地走啊 今天我们有国家 总体安全观之说 今天我们对于各种各样的间谍 国家篱笆扎的紧 国家安全部的公众号 我劝各位经常看一看 反谍防谍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但是有人反对 有人你一说抓间谍 他就在那老大不高兴 他就说你已经想改革开放了 你反对深化改革了 你搞得没法对外交流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要改革开放 那就不能抓间谍 就不能反间谍 所以大家看看 我们和某些人的分歧 在很多细小的方面 他都是咯咯咯咯 别别扭扭的 长话段说 到918爆发前夕 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军 已经高达1.5万人 第二师团是缩编部队 每个步兵连队 缺一个步兵大队 每个大队缺一个步兵中队 全师团 约1.04万人 六个独立守卫大队 每个大队四个步兵中队 每个中队160人 一共4000余人 你如果再加上 旅程人要塞的这个炮兵 还有在乡下的军人 以及日本的警察 辅助部队1万人 这时候 日本人以沈阳为中心 部署在南满铁路沿线 是为了便于机动兵力 充其量你2万多人 可张学良少帅手下有20万精良部队装备 那是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强的部队装备 我就问各位 日本人为什么敢动手 按照集中优势并力打歼灭战的道理 我们十倍于你 我装备又强 为什么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讲 谢谢大家